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像是一个夜市 里面有治疗痠痛的专家 小猫 小狗 肉粽 户外雅座 一走过户外雅座的转角之后 一直往上面走 一直往上面走 在十八王宫的庙口床 也一样住着许多小狗 大家都叫他一号 一号很大 平常只有很多小狗在旁边陪他 站在狗叫的地方往下面看 会发现一号非常多水 就跟这条死鱼一样 往桥的另外一边继续走 在桥的任何地方都有许多小狗 总是在下雨的时候 出现在窗户外面 从大门旁边的山路 一直往山上面走 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他是这里的哥吉拉 大狗的身体平常都开放自由参观 走到身体里面 走到身体里面 可以一直往上面走 可以一直往上面走 就这样一直往上走 一直往上走 一直往下走 一直往下走 里面什么都没有 因为吃了一号拍出来的死鱼 强烈的呕吐 爬到最上面的楼层 有一个窗口 却看不到任何外面的东西 之后每间和电厂外面都有一间十八网工 每个人身边都有一只大狗跟小狗 总是出现在天气不好的时候 吃下不该吃的东西 吃下不够了 爬上鳗底枫 第二个鳗底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